就是前面部分就是第四 第五的话就是什么 后来的话呢 他说投影片 编辑投影片的动画 不要变动 因为这一题背后有母片 你说母片的话 意思是说每个都长得一样 那不变动的情况下怎么设定 那针对呢 14568这几个做 变化就可以了 做做 第一个的话投影片一 取消全部的动画 那所谓的取消全部动画 你可以播放一下 这个是第一张投影片 你会发现他这个 他会有个动画 但是动画很单纯 就是 可是这个地方他希望 你不要这些动画 我不要 那怎么做呢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动画 其实他是母片来的 母片你可以从哪边呢 你可以从那个 我之前好像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从 检视里面可以找到 所谓的投影片母片 那投影片母片的话 也有 背后本来就有了 这个动画 当然你也可以呢 去修改母片里面的动画 把它删掉 可是他题目里面有提到说 你不要变动他 他已经讲到 所以我们就不要做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他说把这里面 动画给删除 一 请你先点选什么 也是这样 动画窗格 二 请你先点一下这个动画 那我要把动画拿掉 怎么拿掉 对不对 一 请你把这个母片的动画旁边的箭头 先把它做什么 把它复制一下 意思说我把它复制过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母片的动画就直接 只复制到投影片一里面 那复制过来之后呢 你再把它做一个动作 就完成了 什么呢 移除 所以如果你要全部把它拿掉的话 第一个动作 先把它复制那个母片的动画 移除掉 这样子的话 你会发现 这里面呢 基本上 就不会有任何的 这个 动画在里面 所以第一个移除掉 OK 一就完成了 二的话 要做什么 取消内容版面配置5的动画 而且只能删除 这个动画 其他不能动 怎么做 切到4 找一下 内容版面5在哪里 在哪 在这里 OK 有没有 就这一个 所以把这个动画移除掉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 其他不要动 它有特别强调 再来的话 投影片5 取消内容版面配置区的动画 所以8 那个8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哪一个 基本上应该是这个 有没有 内容版面配置区8 没错 点一下之后按移除 这样就OK了 那这台动画还有的 6跟8 他说 仅保留 刚刚是移除 是删除 那现在的话 是只保留 云端运算的三大好处动画 所以6 6的话 哪一个 这一个 一样 它是母片 所以什么 一样 第一个动作 跟刚刚村面一样 复制它 展开它 里面的话有两个 那我们要把这个保留 意思就是把上面这个移除就可以了 仅保留 所以三大好处 那 8的部分的话 一样 点一下 先复制 同一片的效果 他说要保留哪一个呢 他说仅保留什么呢 生活应用 所以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跟这个三掉就可以 所以这个移掉 点一下见头 然后这个也移除掉 OK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这一题就大功告成 所以把它 另存新 把令 令存新档 名称的话也叫PPA PPA 208 OK 这一题就 完成了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